小女孩被狠狠咬了一口 但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旁边的人想要上去帮忙 却被小女孩制止 她宁愿忍着剧痛 也不忍心咬伤她的这一只猪再受到任何伤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几天前这一只大猪救过她 为了救她摔下了悬崖 幸亏玉子皮糙肉后蹲未足 跌落山崖也并无大碍 心疼的小雅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抱抱 她们从小一起长大 是彼此最好的伙伴 并且一直生活在深山里 摘果子游泳抓鱼 过着鱼是独居的桃园生活 小雅会睡在玉子的肚皮上 会掀起大耳朵和她说悄悄话 可是她们不知道 分别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某天早上 小雅在给玉子刷牙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这时的爷爷找了一个借口 支走了小雅 然后告诉她玉子要被带走了 因为玉子是一家世界顶级极品公司 米兰多的财产 玉子只是被寄养在这里 公司会给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把玉子养大 当涨到一定程度 就会被公司的人带走 为此爷爷送给她一个 9999纯金的小金珠 但是小雅还是非常生气 因为对于她来说 玉子和爷爷一样都是亲人 于是她摔下金珠跑了回去 可回来后 玉子已经被带走了 她拼命的往山下跑 她顾不上危险 一路连跑带滚 可即使衣服鞋子都磨破了 玉子也只会越来越远 回到家后 小雅砸碎了存钱罐 然后带上了那只小金珠 就要去找玉子 为了让小雅打消这个念头 爷爷把真相告诉了她 她指着玉子不同的不为说 大腿肉 腰肉 肘子 这就是玉子的下场 这是她的命 但是爷爷更加没有想到 这更加坚定了小雅去救玉子的信念 因为米兰多公司名气很大 所以玉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韩国的分公司 可不管她如何敲门 傲慢的前台小姐姐就是不开门 没办法 小雅只能退后十米 使出全身的力气撞向玉璃门 瞬间玉璃门发出了剧烈的颤抖声 下一秒 玻璃炸碎 小雅站起身冲进了办公室 穿过了办公区 终于在阳台看到了玉子 于是她赶紧跑下楼 追着卡车一路狂奔 山里长大的孩子 这身体素质就是不一般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赶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翻越栏杆跳到了货车上 可还没有等她抓稳 前面就要经过拱桥 她奋力的向后跑去 千军一霸之际 她抓住了尾部的栏杆 小雅大声的朝车厢里喊着玉子 而玉子也在车厢里回应着她 就在这时 货车被一伙蒙面人逼停在了隧道里 他们进入卡车 松开了被绑的玉子 害怕的玉子奋力反抗 没多久 玉子就听到了熟悉的呼喊声 于是玉子便奋不顾身的冲向小雅 一个帅气的仰头 小雅便到了她的背上 他们奔跑在了城市里 看着这陌生的一切 于是就转头想找个人少的地方 可下来之后才发现助理的人更多 众人被这眼前的一幕吓得惊慌失措 除了这个网红小姐姐 好不容易逮到了一次流量密码 她赶紧拿出手机一边直播一边奔跑 因为地下商场太过拥挤 玉子庞大的山区最终跌倒在了一家化妆品店 而此时 蒙面团队也跟了上来 他们开来了巨大的卡车 在小雅的指引下 让玉子跳进卡车离开了这里 后面的保安还在群追不舍 结果玉子里面就给她来了一顿炮弹攻击 这个叫做小雅的领头人 说他们是保护动物组织 这一次行动目的 就是想把米兰多公司的罪行偷拍下来 并且希望能在玉子身上安装摄像头 一旁酷似格伦的人 把这一心话一五一十的翻译给小雅 小雅却说只想把玉子带回山里 他们的事情她不感兴趣 可格伦却撒谎说小美同意了 于是众人一脸兴奋 然后把摄像头安装好 纷纷跳入汗江 此时小雅还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一伙人把他们的位置 透露给了米兰多公司 结果玉子还是被抓了起来 在带回玉子的途中 出现了一系列的意外 导致米兰多公司股价大跌 而公司老板露西 却从这件事看到了炒作的机会 她打算花证金包装这个大山里的女孩 并且邀请她作为米兰多的形象代言人 然后再删除所有的负面新闻 很快就扭转了舆论 不仅如此 公司的形象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股票大增 另一边 动物保护协会通过隐藏摄像头 发现玉子被送到了总部的实验室以后 他们用电机疯狂的折磨着玉子 导致她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直到第二天 在超级猪的评选大会上 恐惧的她变得暴躁不安 原来这个公司给了很多人寄养 最后等所有猪长大之后 他们会选出养得最大最肥的那一只进行拍卖 以此来牟利 就在这个时候 动物保护协会黑进了现场的屏幕 屏幕里播出了玉子被折磨的视频 看到这噩梦般的画面 玉子的眼睛变得血红 容不得任何人的靠近 就连小雅也没有放过 小雅宁愿自己忍着剧痛 也不愿意玉子再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她知道玉子只是受了惊吓 她坐起来 温柔的安抚着玉子 然后又趴在玉子的耳边轻声细语 终于玉子恢复了神志 她松开了小雅 然后心疼的舔着小雅的胳膊 时间紧迫 动物保护组织带着他们逃离了现场 和米兰多公司的养猪队堪比特种兵 玉子最终还是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小雅跌落以后也陷入昏迷 而动物保护协会也有几个人被打得很惨 他们或许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只因为玉子是米兰多的合法财产 领头人肖恩趁机逃了出来 并且救下了小雅 然后又马不停蹄的来到养猪场 这里全部都是像玉子一样的超级猪 在护栏外面找了很久才终于看见玉子 但是这一时的玉子已经被送上了传送带 马上就要进入生产线了 眼看下一秒就要被大卸八块 小雅不顾一切的冲进生产车间 没想到进来以后 却是更加令人窒息的场面 小雅继续往里走 走到屠宰间时 玉子正好被架在了机器上 眼看屠夫就要对他下手 小雅赶紧拿出照片 表示这是他的猪 就在这时 米兰多公司的老板走了过来 小雅问为什么要杀掉他的猪 我要把他带回家 但是老板说那是公司的财产 你和爷爷只不过是饲养员而已 虽然小雅说了一大堆 但是老板并不打算浪费时间 他命令操作员赶紧开工 这时小雅打开了自己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了那一块黄金猪 小雅把金猪扔了出去 老板捡起来咬了咬又看了看 确定是金子后便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毕竟是生意人 对于他来说跟谁做生意都一样 最终小雅就下了玉子 即使结果还不错 但是走在养猪场中间的水泥路上 看着秘密麻麻的超级猪 被一个一个的赶上生产线 小雅和玉子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可惜他没有更多的金子了 就在走到一半的时候 一对猪夫妻奋力的抬起栏杆 猪妈妈将自己的孩子推了出去 玉子赶紧跑过来一口寒夏 有惊无险 没有被士兵发现 就这样 小家伙被含在嘴里躲过了检查 小雅泪眼回望 无奈自己没有能力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此时所有的超级猪都发出了 此起彼伏的嚎叫 掩护他们的撤离 送走小猪后 他们在流泪中欣喜 也在悲伤中告别 从此 大山里又多了一个身影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从前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世外桃源 而小只的幸运似乎也在象征着希望 一家四口其乐融的生活在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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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四口其乐融的生活在世外桃源